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科普一个不大常见的疾病 叫做雷暴哮喘 我估计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疾病 为什么今天我会讨论这个 这是因为最近这几天 在中国的几个媒体上面 都有这方面的报告 就是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最近突然在急诊室 来了很多的哮喘患者 当地的医生解释 这个是因为雷暴哮喘而引起的 大家可能对雷暴哮喘这个名词非常陌生 所以很多人问我 这个是不是一个传染病 这个是不是致命的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么今天就简单的和大家解释一下 在网上槽一槽 关于雷暴哮喘有一定的报道 但是不一定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去到美国的肺病协会的报道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雷暴哮喘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说 全世界公认的第一次的雷暴哮喘 是在英国发生的 是在1983年 然后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1987年也有相类似的报告 那个以后在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 加拿大 伊朗 沙特拉伯 都有相类似的报道 具体的情况就这样子的 就是在一个雷暴天气的情况之下 当地的哮喘人数一下子聚生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医生 为什么 因为在普通的理解当中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它会冲刷走好多的花粉 在这种情况下 哮喘的机会应该是下降 而不是变得更加厉害 另外这些地区爆发着雷暴哮喘 当地的最主要的花粉 是一种叫做黑麦草花粉 这些花粉的颗粒是比较大的 一般的情况下 会造成鼻塞 喉咙难受 但是很少会造成哮喘 因为这些颗粒太大 无法进入到了肺部 而造成过敏反应 为什么在这些地方 反而爆发了雷暴哮喘 一直到2016年 澳大利亚的迹象学家 和医学家们共同研究 他们提出了这个假设 就是在雷暴气候当中 当地的花粉被强风卷入到了高空 当这些花粉遇到了湿度很大的云层 而且这个云层里面有闪电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大颗粒的花粉被碾碎 变成小颗粒的花粉 或者叫做小颗粒的花粉粉末 大的时候这些粉末又重新下降到了地面 重新被铺满了地面 这个时候当人在这些花粉颗粒里面行走的时候 就会被吸入而引发了哮喘 那么如何去预防雷暴哮喘 医务人员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第一有哮喘的患者在家里永远要提早准备好哮喘药物 如果有过敏时的也要准备好一些过敏的药物 在大风天雷暴天气 让这些哮喘的患者尽量的带在家里 不但要带在家里 而且要关闭门窗 在家里如果沿着天气 尽量不要用空调 因为空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花粉粉末 而再度吹入到室内 引发室内的雷暴哮喘 而尽量的使用内部循环的风散 这样子的话就不让外面的花粉粉末进入到室内 同时医学家和科学家告诉大家 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是由气候和人的体质相结合的一种情况 所以并不是每一次有雷暴 大家都需要担心自己会有哮喘 准备好药物一定的 但是不用过度的担心 这是一种偶发事件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雷暴哮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建议大家和自己的医生进行交流 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